今天的開新聞說新聞要來關注到的是台北市長 未來的準市長蔣萬安 今天早上十點鐘 就會到北市府跟柯文哲來見面 雙方進行的是閉門會議 那處理的當然就是市府的交接事宜 未來小內閣的人選 當然也是關注焦點了 大家都在關注那各局處首長的去留 甚至外傳國民黨想要在北市府裡面安插自己人 好像是跟柯市府瞧不攏 那蔣萬安對於這樣的傳聞都是保密到家的 前兩天受訪他還只說了幾句話 他說好久曾忘底 他說用人標準就是專業跟品格 更說柯市府優秀的局處首長 如果是符合條件 他就會考慮續用 所以當然大家猜的 到底會不會藍白河呢 我們來看到加上柯文哲 其實上任之後也引用了多位好時代的官員 所以蔣團隊會續用嗎 這些都引發各界的討論 不過目前可以確定的是這三位 立委林一華呢 他擔任是交接小組的窗口 處理的就是跟市府的交接事宜 那麼曾經在選前替蔣萬安站台的前台北市的副市長 歐靖德 還有前高雄市的副市長李四川 這兩位因為都有工程相關的專業 可以協助蔣萬安關心都更 還有涉子島的議題 因此兩位都被認為是小內閣副市長的人選 但是這個柯市府團隊呢 留下多項建設 現在被說呢 是不是燙手山芋 包括什麼 包括大巨丹的公安問題 還有內湖交通塞車 甚至包括圍老都庚 那各個黨員現在呢 都不約而同 都來呼籲蔣萬安 希望呢 讓他不要再像是活在 童話故事裡面的王子 還說不要被克文哲牽鼻子走哦 應該要把握交接期的黃金時間 為人才適用 趕快上手 不過現在關鍵的是北市府有龐雜的工作量 那員工就多達了八萬多人 如果這些首長都必須要全部的去更換 去任用的話 恐怕也出現市政銜接的空窗期 所以有議員建議 有專業又稱職的首長 是不是也可以考慮留用 那稍後待一會十點鐘呢 蔣萬安就會來會見 客問者來會談 外界關注將首長的去留 也有機會在會議結束之後 看看會不會對外來說明